娱乐至少小Y解说 好那看一下WFDC的RVR比赛视频 那这也是过百年以后的第一个RVR的一个比赛赛事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是人主 下面的话是一名精灵 这名人主是谁呢 是肯哥 对 之前也是跟大家说 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肯哥了 那肯哥也是过来打一下RVR的一个比赛 好在潮汐林地的左下角 左下角的盟友呢 是这边的Musta月星 对不对 应该很多人也知道 之前也是做过他的一些比赛视频 上方的话 两个人的来历就更加 更加的给点弹塔 对弹塔组合 这边是TRG00和英飞的一个双人族 那双人族对抗人族跟精灵 也就是说场上有三个人族加一个精灵 那我在想 两个人族会不会选择在前期TR这名精灵啊 双人族的TR应该说是非常牛逼的一个组合 双塔骑兵 好这边肯哥也是选择双敲 我不知道肯哥这么长时间没有参加比赛 他这个手有没有伸 其实去年WCG分赛区的时候呢 肯哥也是出来漏了一把 当然这个当时呢 还是计压群雄啊 轻松获得WCG的一个沈阳赛区的冠军 不过的话肯哥并没有参加WCG中国区总决赛的一个 这个比赛 因为他也是可能觉得工作 更加的重要 对在生活和工作中 他是选择了 在摩托花3和工作中选择了工作 这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毕竟你想如果说肯哥这场局打下去 也未必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获得表现的一个机会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为什么不放弃呢 有些时候坚持啊 比如像小Y坚持做摩托花3解说 是有回报的 当然放弃 进行一个改变 也是一种选择 不是说某个人必须得坚持 那这个对吧 你这个都坚持了 那叫 那叫固执 对不对 你不能叫自己要坚持 叫固执 执着 换个词 叫固执 其实差不多意思啊 一个包一个贬义 所以这事情很难讲 好大法师手发 这边也是大法师 呃 我们那手配合 这边的一个民兵啊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 配合这边的一个BR 进行一个练节 练这个点应该会比较轻松 对前期的话 这个大法师 加上这个水元素 点这条龙 地面上的话用 这个AC应该也给点龙吧 AC应该是给点龙 对点龙 对AC 两个水元素加大法师 地面上会很容易就轻掉 然后所有的单位的话 用这个BR来扛伤害 而另外一边 银飞这边是拉了水元素过来 然后等第二个水元素出来以后 再练这个点 但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弹总这边也是练了 这个桑剑 这个大点 打了一本野兽卷轴 然后的话 这边吃两个水元素 加上大法师 开始练这个龙 这个这个 这个还说实话 这有点屌 这个龙还真的是很厉害 大法师要把水元素 稍微往后拉一下 对 然后因为这个毕竟有点扛不住啊 水元素现在也是不能死 死掉的话 输出有点跟不上 这个大 这个水元素 水元素不要在大法师边上 大法师边上 好像也要被这边 一个建设效果给点掉 好 现在水元素这边差一点点 六点去的一个水元素 还在做输出 那这样的话 这个点应该是能练完 一个自力之数 外加一个一人面罩 非常的不错 而这边打了一个吼叫 卷轴 外加一个自交三 另外一边 这边的肯哥也是回过来 是一个这加三 我们内头这边打一个大雪瓶 然后双方是在前期 都把对各自的一个商店 和工兵营地点位都给练掉 双方都是一样的一个节奏 那练节进度 其实也都差不多 看接下来 这边大法师 因为大法师选择继续练一个 愚人点位 然后的话 弹种大法师的话 是单枪匹马去地方那边 进行骚扰 这边二本科技已经提升起来 肯哥这边还没有升级 这边弹种也是升级 因为还没有升级 二本科技 商店先补一个 两家人有一家人补个商店 其实也就是OK了 不用特别多 好 IC往这边拉一下 这个IC应该是逃不掉了 砍掉一个IC 大法师这边到三级还是非常远 而另外一边 英飞大法师在拼命地练三级 比较的辛苦 对 毕竟必须有一个人练三 那没有 没有办法 这边弹种大法师承担去 骚扰的重任 英飞大法师就只能说是 自己去那边 进行练级 现在还差一个点 可以在这边练个小点 就能到到三级 可以在练级之前 先到这边买一组药膏 然后稍微的 药膏可以慢点贴 也可以等到练完这个点以后再贴嘛 对不对 又买了一个药膏 那也行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肯哥的话 就跑过来练了这个 迪金实验室 打了一个无敌药水 大无敌 因为这边大法师 现在是很多很多的福特曼 好像阿姆科技还是没有升级 然后这边奥姆六手的话 是跟着福特曼 也是一起去防止对方压轴 我们看到这福特曼真的很多 这完全有可能 在阿姆科技完成以后 直接就选择TR我都觉得可以啊 我们的手这边直接被人家围在里面 哎呦 这个我们的手是被围住了 选择TP法 这不要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这么多人 这赶紧TP法 这不要不要犹豫 想切是一个 吃了个大雪瓶 这为什么吃大雪瓶啊 我就没必要吃大雪瓶 这直接点TP就可以了嘛 这个就没必要把大雪瓶给浪费掉了 这点大雪瓶有什么意义呢 或者说其实这种被围住的话 我觉得第一时间点TP 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海盗的福德麦加上这个元素呢 已经是压到了精灵家里面 这小精灵也是准备好 所以是出动起来 先抽一下 蓝还是比较多 大法师有三级 有一个一人面罩 我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小精灵开始出来爆对方 哎 这个奥姆勒斯好像又被围住了 对对对 我们看到奥姆勒斯被牢牢围住了 这太多福德麦了 一围就围住 奥姆勒斯直接被对方海盗福德麦给淹掉了 可可这边是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的话 对方的福德麦真的很多吼一声 来小精灵爆 这小精灵一定要来爆 爆小精灵爆一定要爆 爆这边吼叫也是爆 对爆掉 哎 这一个都没爆到 现在我们看到这民兵过来 也是看到对方的这吼叫效果 有点稍微削 先怂了 对有点怂 有点怂 上界也是被压制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加三减攻击力的福德麦也是 人人身上多了一把小刀 战斗力很强 对 这一波的话应该是偏压制 但是的话 如果压制好的话 有可能会一波带你走 现在的话 加了一面阿姆科技也是已经完成 他中间可以考虑招搭英雄 比如说出个炎魔啊 或者出个瘦王这种英雄 我觉得都可以 这个时候就是打一个抢前期的一个死鸭 肯哥这边是往里面怂一下 打不过对方 小精灵过来爆啊 这个 这个必须得爆啊 月星这边已经好像有点慌了 已经有点慌了 对 现在这边基本上的肯哥一家人 跟对方两家人进行对战 奥姆烈手这边是中间买活了吗 也没有 买了个那家 对买了个那家 那现在这边福德麦是在那边乱砍 对福德麦在那边乱砍 但肯哥这边需要一本团补啊 没有团补的话 福德麦有可能要被对方给淹掉了 对方毕竟有顶盾 水源是又点不动对方的这个福德麦 诶 这边我们看到弹主是买了个炼金术 给自己的一个福德麦加血 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 那肯哥这边拉住民兵过来 但是这个民兵呢 马上到时间了 IC往家里面躲一下 水源数虽然很多 但对方这个炼金术是加血效果很明 很明显 那家现在是对对方在集火攻击 诶 这样来的话 肯哥这边的一些海盾的福德麦 是怎么样进行个救援啊 肯哥要不选择TP回家吧 对这个时候只有选择TP回家 进行一波补给再杀过来 才是震倒 如果不回去的话 福德麦要被对方全部给点死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福德麦只有往后撤一下 先往后撤 但是另外一边 弹主了这个加血的一个药 效果真的是太赞了 我们看到接近 福德麦已经接近一满血 而且我也完全分不清 英飞跟弹主福德麦 到底是谁谁是谁的 反正看了这么一大坨 直接选择三本 这场比赛已经是将这个精灵给打散 对我们看到月星这边 已经基本是被打崩了 两个英雄也是相继阵亡 二本科技完成以后 只能说出一个小路 但家里面的情况已经是一团招 中间是只能买活自己的奥姆练手 然后对方是 现在我们看到肯哥这边是 要不要补给一下 但是对方大部队 已经是直接要拔这个大树了 看来这场比赛已经是失去了前面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肯哥的部队也不至于跟对方进行较量 对方的这个部队数量就特别多 我觉得月星这边前期小精灵爆了 还是爆了不够及时 爆了不够凶 欧姆练手又过来 欧姆练手要冷静 不要一个人上 对前期欧姆练手 戴个大水瓶 应该来说战斗力还是有点了 没想到这个战斗力这么扎 只有三 不到五 对 之前还说战斗力有五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福特曼是还有很多 买了一个雷霆系 过来跟对方的福特曼进行硬钢 雷霆系还是可以的 这还可以钢一波的 我们看到这边肯哥的熊炮也是被对方给围住 那现在的话被福特曼乱刀砍死 连接数据升到两级 雷霆系过来能不能点一下拉出了冥冰 加血又加起来 欧姆练手在后方点一下 雷霆系这边要踩地板 再踩一下 还有足够有蓝 可以继续踩脚地板 这边 欧姆练手抽一下大法师 反而环虫一加 因为没有破法 这大法师基本打不死 对雷霆 再踩一脚地板 好的 欧姆练手往后面拉开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加血又加一次加血又加一次大法师 现在还足够蓝吗 都没蓝了 两个大法师都已经力战到最后一刻 现在肯哥的冥冰也变成了农民 后面三丘跟着牧师来支援了 欧姆练手当先要踹地踹上去 欧姆练手应该是再次被放倒 好 我们看到现在这边 英飞跟弹总是最终坚持不住 英飞先率先点出了这个TP 弹总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点出TP 终于是把弹总给 弹塔组合给打走了 非常的惨烈啊 最不过的话 我们看到肯哥是 竭尽所能终于将自己兄弟家里面的敌军是赶走 然后的话 但是自己的损失也都非常惨重 对 连二本建筑都没有来得及板下 所以资源上还是非常紧张的 而另外一边 英飞这边三本科技马上就要完成 所以待会就可以出骑士了 就直接出骑士了 不用想别的事情 而弹总这边就只要吃点 出点法师就可以 对 好 现在已经有四个英雄 然后中间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肯哥的农民也是被打死 出了一个三英雄 TK 选择是换个方向 直接是进攻这个肯哥的主机地 肯哥这边现在是拥有一只 两个神秘神秘在那边补一下 现在肯哥是拥有一只Footman的小分队 这只能是小分队 搭部队就不算了 部队很少 已经是到了这种最危险的时刻 基本上已经是输掉了比赛 是所有人口 对方两家人基本都是鲜活鲜活的 而且有三本科技 有民兵啊 什么男女巫啊 该有的都应该也都有了 然后 现在英飞这边也是弄了一个雷霆西 我也搞一个 看到你这边有一个 我也要搞一个 直接开始起塔 就打得非常的强势吧 对打非常强势 好 雪猫拼一口火 哎 我们看到这边 雪猫这个一级雪猫作用真的不大 所有部队展开来 远程圈子还是比较多的 肯哥的伏对曼现在跟对方硬 硬掐 民兵所有的民兵都掐上 雪猫又是被打残 哎 雪猫这边定是无敌 踩地板踩地板 这两个雷霆西 踩地板还得不错的 雷霆西还有好脚地板 可以踩可以再踩一下 TK被打残 哎 踩啊你倒是 对你不踩不行 这边我们看到熊猫跟TK TK是被放倒 然后熊猫这边也是有点残 在后这边有锤的话 熊猫要死了 锤一下 没有能够来得及碰火 大法师往后面钻 肯哥大法师也是招不住 熊猫被对方给打死 然后对方水元素已经有 一二三四五个水元素 在那边场面上 弹种跟英飞两个人 有五个水元素 又是一脚地板踩下去 基本上是在屠杀 GG 好了 这场比赛的话 基本上是呈现英飞和 这个000的一个 一边倒的一个局势 这样 嘉然是玩压这边的一个月星 直接将月星打了个 措手不及 从这场比赛里面 也能看出来 三名曾经的职业选手 加一名非职业选手 从这场比赛里面看 月星其实 他的实力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是被对方的福特曼 压得有点稍微惨 对 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好了 也是恭喜这边的弹塔组合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场比赛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